有些朋友是自己問我 他說,對呀 你到沿路山卡拉 是不是下了畫 還沒辦法有得看 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很多朋友都期待這齣戲 因為有岑珈琦 真的 你不知道啦 很高的高帽 AM730的讀者,大家好 大澳梅窩 澄碧村 觀塘 有梅窩嗎 我錯了啦 我來 大澳 澄碧村 長洲 梅子林 我去那麼多地方了 所以我知道了 所以我先讓他們回答 首先是茶果嶺 就是我自己的地方 然後是Rachel的大澳 然後是Jennifer的澄碧村 其實長洲都是屬於Jennifer那邊的 然後就有 Hannah的梅子林 蘇麗山的沙頭角 然後還有Crystal的下巴黎 澄碧村就是我這個角色 孟姐住的地方 但其實我本人是從來不知道澄碧村是甚麼的 我看劇本的時候 澄碧村是甚麼來的 我以為是普通的屋苑 很近是市區的 然後我先生就跟我說 我去過 原來他小時候會搭船進去玩的 但他們又說過 說法是那裡不能就這樣進去的 要進去裡面的 原來以前的年代是可以的 可以就這樣進去玩的 對 好像說有些會所 裡面有些設施 小朋友可以進去玩的 私人的屋苑 是廢墟的 我第一次看 我是以為讀過橙字 橙碧村 我們沒有住戶症 比較難申請進去拍攝 所以我們就沒有進去 我跟他的戲份 都是在長洲這裡拍攝的 因為 其實入程碧村 就是要去到長洲再轉船進去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中間點 大澳對我的印象都是食物 就是鹹魚、蝦肝、斑蘭雞蛋仔 然後拍拖也是買食物、吃東西 那個茶餐廳 就是我們拍攝的地方 因為周邊已經被人清拆得很重要 或者重建得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件事挺可惜 戲裡面都有說的 其實你不會知道 其實可能北九的將來 這裡都會拆的 其實茶館好像真的已經慢慢拆 所以我覺得很慶幸 就是電影它有這樣的 有一個好 就是可以記錄這些這麼漂亮的畫面 就算將來可能十年後 就是大家不知道這個地方 原來以前是這樣的 起碼可以看回這部電影 會看到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種感覺 我以為是落了畫 就是以為完了 因為 有些朋友是自己問我的 他說 對呀 你到袁盧山卡拉 是不是落了畫的了 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再看 你現在有很多年輕小朋友 很喜歡你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原本暫定是情人節上映的 那時候我已經跟朋友說 接下來有一部電影上映 是說香港的 很漂亮的山卡拉的地方 陳家綺第一次做男主角 他們就說 哇 好啊 好啊 我要帶小朋友進去看 一直我們都說 很想演情侶的 因為 始終我們有個身高差 這件事是 好像大家覺得 下一個行不行的 這件事真的有效的 是有一種化學作用的 再加上他漂亮 我又醜 就很大對比 是這樣說的 當時導演又跟我說 找他做男主角 說好啊 好啊 一定要找他 就說有些投資者的意見 不如找個高大英俊 不是現在這個效果 其實阿厚 雖然他是很昂直 但其實你不英俊 又怎能有五個女生喜歡你呢 我會形容 我的樣子應該比較親民 和沒什麼殺傷力 對於日本 日本的觀眾來說 他們會覺得 很親民 我覺得這個男生看起來很舒服 有沒有想過去日本發展 是啊 那倒沒有 做好香港 我唯一最希望 就是疫情快點過 撇除都不關 是否大家可以進戲院看電影 而是整個氛圍 就是我覺得那個婦人娘 真的充斥得 很多 存在了三年 我不想兒子 有一個記憶停留了 就是 要戴口罩 是啊 我想希望趁他 沒有什麼記憶的時候 最好就 大家康復了 疫情 那就不用戴口罩了 如果你說我要摘 條件沈家琪 就不是我的list 哈哈 太多話說了 可能我 阿厚的角色就對了 我會喜歡阿厚的角色 如果要紮咬 對 靜靜地 是啊 太吵了 因為我不僅和他拍完 《羅山卡拉》 其他電影都有合作 是啊 即是 我可能在現場 就不比較小說話 是的 但是沈家琪會在你耳邊 不停地轟炸你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演戲是很跟劇本 很乖的 經常覺得自己缺乏創意的 但跟他一起演戲 可能大家是很friend friend到經常玩 變了有些位置 我們自己即場爆肚想出來的 觀眾又真的在我們想的位置笑 我就覺得很有成功感 我們女演員有討論過 其實沈家琪這個人的性格 或者各樣東西 是一個真是喜歡得樂的男生 謝謝 是啊 很顧家 很愛老婆 經常開口 我老婆我老婆 以前未結婚 就是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所以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男人 最深刻 我猜一定是 其實都是真的 是Jennifer 和Rachel 因為她們兩個都有親熱戲 而我真的很少拍親熱戲 所以其實我是很緊張 我是很緊張 所以 你很合適的角色 是啊 又真的很合適的角色 亦都用到那種緊張的情緒 如果五個女朋友要選一個 真的和她一起 你會怎樣選 那我都會選Jennifer 因為是真的 不喜歡 我覺得很合 當然 我最愛當然是太太 香港地真是實在地小人多 所有東西都貴 其實是 我覺得不論是買也好 租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真的很昂貴 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有一個 小姐頭住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但這個是 我想是一個長遠的希望 我還是覺得 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 不要太去想 因為可能我個人本身 是不要太看重物質方面的東西 那就真的有個小姐頭就可以了 她是開心的 是的 她是很開心的 每天做事可能很累 有時如果早到她就開心 但如果在她睡之前回到她 你一開門 她就會這樣逗一逗一逗 走出來門口 一見到就 啪啪 啪啪 哇 很陰 她每天都很累 是啊 很陰的 真的很陰 真的沒有 沒有印象 不知道 因為她不斷喊 她不斷喊我 我很開心 我記得 因為是母親節 哇 她是先叫我老公 她一直喊 爺爺都喊了 就是未媽媽 我一直在你身邊陪著你 為什麼你不喊我 然後她們就安慰我 因為你已經在旁邊了 她不用找你了 那直至到母親節 就直接喊了 望著我 對呀 我永遠都記得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